所以我也是不但是身體累 心悶的就都問了我 怎麼可以退休 問一下人請你再分享一下 就是你身體目前的狀況嗎 就是大概都講一下腦策到後續的情況 身體狀況就是非常不錯的 就是 當然剛打就是 那天然後隔天 可能不太舒服 現在好很多了 基本上沒有症狀了 我也沒有 我也沒就是頭暈 或者沒吐 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不用擔心 也是一直不但是 早上下午晚上都在跟醫生聯繫 然後明天也會再去看醫生 這肯定不會是大事 我想問 當然說下屆還不確定會不會留在台灣大神 那目前會預計在台灣待多久的時間 什麼時候會不會 這是我最後一次 因為我後天就走了 然後先去度假一下 放開一些情緒 放鬆一下 因為 因為 你也讓他出馬英文罵 因為我也是 我不是像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 可是因為我是八月份 就去廣州 那個球隊 CBA的球隊 去報名 所以我已經從八月到現在 不停的在 不停的在 已經九個月了 所以我也是 不但是身體累 心滿累 基本上你是打了兩個球技 對不對 有點像 就是有一點這個 加班的這種感覺 對對對 心人類 在受傷之後 當然那是意外 但是夢想人家那個洋將 麥卡羅 他有點 遭到球迷有點 就是蠻多球迷去關切他 甚至有點謾罵他 對這個現象都會稍微抬 這個麥卡羅 一樣的 就是 上次也是一樣 我們打PILOTS的時候 很多球迷也 聽說他們去攻擊一些 PILOTS的一些球員 一樣的這句話就是 希望我們來是 傳播愛跟正點亮 麥卡羅也是我以前的隊友 他也是發了訊息給我 抱歉了 說他不是故意的 那這些東西也是在 在比賽中都會發生了 我也知道就是 夢想家這個球隊 他們是一個好的球隊 也是很多人 在這個球隊也是很單純很好的人 他們也是很關注我 發了訊息 或者問了我們這邊的人 我還好什麼什麼 前天在比賽結束之後 你有提到說 未來下一季可能不一定打球 那我想請問你就是 在台灣的這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或是經歷 讓你會有驅使下一季 繼續留在台灣大學之前 嗯 對因為我有 就是最近 家人跟朋友跟我說 有一些新聞是說 因為我被打到 所以我就說 我不知道明明 這不是 這不是true 這是都假的 對我就是 我就是 在現在已經34歲 快35歲 我就是想 一年一年來 那我也不想 把這件事做得太大 我的意思只是說 我要回去真正的 沉澱一下 然後 然後想 就是因為我付出的努力 真的是很多 包括治療時間 看影片的時間 飲食 睡眠這些東西 我只是想 回去想一想 然後我覺得 很好笑的就是 被打完 打完那場 他們兩個 就是 如果不是那天晚上 就是隔天 就都問了我 你可不可以退休 哈哈哈哈哈哈 想問說 Jermy一直都很想 跟弟弟同會 那下個再見 有機會跟弟弟一起合作嗎 呃 對 呃 你們可能 呃 就是有一些 我未來的問題 呃 我 我真的是 希望可以一步一步來 呃 我不想 一樣的 我不想把這個 喔 我明年會不會打 這些事情 然後在哪裡打 做得太大 呃 我覺得 呃 現在 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覺得我應該 會繼續打 可是我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所以我只是要 先真的去回去想一想 那這些下一步 喔 去哪一個聯盟 去 跟誰打 哪一個球隊 這些 對我來說 我還沒開始想 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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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成年 來 周 Burton 喔 加雷 六一 活 各一 琳 咻 啤 咻 很難 及會 好 好 Alright Alright Yeah 再用Jeremy